就在6月19号的那一天,知名的中国女排前队长惠若琪在网络上发文官宣了生育一个女儿,这条消息引起了网友们的纷纷关注。 在这一条动态当中,可以看到了是九宫格的照片,记录着惠若琪从结婚到生娃的整个过程。 而动态中的文案,则是写到了,在2018年的时候,她就正式宣布了退出,并与自己的男友杨真伯在同年宣布了结婚。 然后在今年的2月份官宣怀孕,到6月19号正式生娃,她们还在第一张照片中,晒出了一家三口笔心的阵容来,看上去非常的有爱。 这一条消息,在网络上晒出来之后,网友们纷纷送上了自己的祝福。 有的人先是调侃到了,老妈的独家绝技要学好了,而有的人则是祝福到了,女排未来又要多一位队员了,真是恭喜恭喜啊。 不少的网友们,还是对这位新来的成员表示了纷纷的羡慕和祝福。 不过据了解,慧若琪作为中国女排的一名前队长,在体育界中也是有着非常高的人气和关注度。 她在退出了排球生涯之后,在2018年的4月份宣布了与自己的老公结婚。 而她的老公杨真伯,则是被一些网友爆料出了,是一名药剂学界的专家,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人才,而且人长得还挺帅的。 然后在他们的结婚仪式上,整个婚礼也是举动得十分隆重,到场的伴郎团和伴娘团,全部身高都是在1米80以上。 而除了慧若琪的不少女排成员到场之后,还有许多娱乐界中的明星们也来到了现场,包括了王祖兰等人。 在他们结婚了两年之后,也就是今年的2月25号那一天,他们正式地在社交平台上,官宣了已怀孕的消息,获得了不少的祝福。 慧若琪在发文中调侃地称告了,元气的少女要升级了,但不知道给小家伙准备的191个小楼够不够宽敞。 她的这一条动态,在网络上发不出来之后,瞬间获得了许多粉丝们的祝福。 而且慧若琪在她怀孕的过程当中,也是没有放弃过对自己的训练,她在怀孕了8个月的时候,还在注重着身体的锻炼。 她除了亲自指导一些训练的动作,同时也非常注重对资深的营养搭配,做到了训练和保持身材两不悟。 那么,对于这样的一则好消息,我们还是送上自己的一份祝福吧,来表达对中国女排们的致敬。